大家好,我是北京北京记忆 就是姜米面,卷上豆馅 外边可以卷一层豆面,现在大街买的 就这样,那是叫驴打滚吗? 对呀,它这个 放上点糖汁,就是桂花功能,你揪在上面 这个是我主张的,叫揪汁豆面包 这是过去小时候,敢描绘的,推车的 都是你要一块拿刀帮帮给你做,这碗上一浇 糖的香味,桂花的香味,豆面的香味,容易听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呢?历史悠久 三千多年以前,就有豆面包的文献 一千多年以前,就有手绘的豆面包的照片 是吗?这个有就可啥?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概是前年,我恢复了以后,我讲了胶质豆面包 我让男的分摆了 结果这个微信呢,还是电视上 让王仁星看到,王仁星啊,是个研究这个传统诗的一个作者 他这手里有文献箱子 结果他给我打个微信,打个电话 他说,陈总啊,您这胶质豆面包,恢复得好 这有历史性,有文献可查 我这都有,豆面包的历史三千多年了,这文献 这个胶质豆面包的手绘的照片,我这也有一千多年 所以这个,从历史上说年后,从豆面包这个年份来说,就这么多年 那么豆面包是姜质做的 盆高也是姜质做的,不管你盆高或凉高都 多少种样的高,只是口味不同 但是主料都是姜质,也有的是黄银 所以这个历史咱们说不清楚 但是,用豆面包的历史说年高,也应该说是历史优惠 这个是王仁星,这个人现在还在做 他过去是报的总编 今年大概是不到七十岁,他是惠文中学的学生 他跟这个萧芬的两个同学,萧芬也是写北京缝的 北京,老北京的这样一个记者 这两个人跟我都不错,都给我还不少的关注 尤其在里面有资料啊,就经常告诉我 那您说那个豆面包就是驴打滚是吧 对,驴打滚是怎么叫出来的 驴打滚是形象 为什么叫驴打滚,因为在农村呢 这驴不管是经历还是拉道,他出一身爱 他要修训,所以呢,就找一块地方 没有砖头瓦块的地方,这是这个农家本身 卸了车瓦块的地方 卸了车子,套头卸完,拉着 他就在这打一块 那块,那个地都是黄土,啥土啊 他也跟咱们人头眼一样,身上啥子一样 打一块 起了以后呢,浑身都是黄土 他这一抖了,就黄土下来了 他身上仍然还沾着 所以,这个形象的比喻是驴打滚 这正是名字,叫豆面刀 人们都知道刘家驴这个 对对对,这个名比 这个正名还 比豆面刀要流传的广 要流传的广 请关注北京北京记忆 欢迎评论点赞留言